就在即将要被布莱一箭干掉时 大兽神不讲武德偷袭了布莱 看,你这废物给我站起来 我的正义要抛弃感情啊 兽族相残之事我做不到 我只要不杀布莱 布莱之后就会把装备跟龙皇凯撒都送给我 你码的不能在观众面前剧透 恐竜战体 住人家 大家好,欢迎收看不负责任热血军 笨蛋以及孩之宝屡是向玩家掏钱的金鸡母 大兽神 刚开始并不是如大家市面上所见的造型 其提案稿与现在的造型甚至相差甚远 现在的大兽神造型 是由许多位设计师联合修订而成 野中钢负责整体总指挥 吞上克斯负责头部胸部设计 大食一雄负责猛马相剑齿虎设计与整体修正 加藤大智负责 暴王龙三角龙一手龙与大兽神设计和部分修正 在授权给美国打造金刚战士时 东映也提出多项大兽神重新设计的稿件 但是最终都没有被采用 最值得注意的废案是 New刚龙神怎么这么像五星战队的牙大王呢 闲聊的最后 热血军也在此提供一些小情报 龙皇连者扮演者何全死狼先生 开的天妇罗专门店 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丸之内 二之四之一六楼 只要在店内消费都可以跟何全死狼先生签名合影哦 不负责任风动漫 不负责任热血军 上集提到 受联者因为彼此不团结的关系 差点导致圈员灭团 还好在守护兽们的训事提点之下 基努力找到恐龙水晶 让队友们团结一心 成功让守护兽合体为大兽神 并在猜谜游戏中得知了敌人的弱点后 召唤出恐龙剑天神号角 使出必杀超传说雷光斩 斩杀了尸身人面怪 紧接着 波伊遇到了一个小胖子叫做守 他为了捡飞机爬树 失足掉了下来 刚好被波伊救下 守的父母为了感谢波伊 并带波伊到餐厅大吃一顿 不过这家人的死量惊人 看得波伊都惊呆了 与此同时 在月球上的潘朵拉 因为他被关了一亿七千万年才放出来 所以暴赢暴食胖了五公斤 他拿起望远镜一看 正好瞧见了 守一家人幸福的在餐厅大吃大喝 这让潘朵拉非常的不爽 自己正在为了减肥结实呢 于是他找上了艺术老妖精 普里普里干 老妖精虽然是在敌方阵营 不过是个只爱捏土偶的好人 他遵照潘朵拉的旨意 把失败品输出变成怪人 卡尔克 卡尔克是希腊神话中 住在艾尤岛上 一位令人畏惧的女神 他善于运用魔药 并经常以此使他的敌人 以及反抗他的人变成怪物 不过这头丑猪怎么看都不像女神啊 造型可能是从奥德赛的故事里 科尔克使用药水 把奥德修斯的船员 变成猪而得到的灵感吧 而守一家人正在吃饭期间 科尔克却干走了他们的饭菜 因此让三人互相猜忌 甚至引发了家庭暴力事件 三天过后 守来到公园刚好碰到了破一 破一知道守三天没吃东西 瘦到裤子都掉下来了 连他的家人都瘫在家里 有气无力 破一只好买来汉堡给守吃 但守吃的瞬间又被科尔克干走了 而这头贪吃猪也吃遍了整座城市的餐厅 造成许多纠纷 科尔克不仅能吃食物 与受联者在大厦顶楼交战期间 甚至吃下受联者的传说武器 这让受联者陷入了苦战 好险楼下有人不断挥及高尔夫球 攻击科尔克 将之打得屁滚尿流 并将受联者们救走来到了妖精森林 原来挥甘的老头是巴杂的老友妖精洛姆 不过老家伙要给受联者们来个考验 才会给他们克制科尔克的药草摩利亚 这项考验是大卫王比赛 要他们吃完整桌的食物 虽然大家都撑不下去了 但破一想要救手一家人只好拼命的塞 奈何最后是他最讨厌的胡萝卜 还好在妹的强迫之下 终于将胡萝卜给克了 老家伙也将魔力交给了受联者 然而现在城市已经乱成一团 归来的受联者便带着许多食物 夹带着魔力引诱科尔克吞下 吃下魔力的科尔克开始呕吐 将传说武器吐完给了受联者啊 拿回武器的受联者 密码组成咆哮加农炮 干掉了科尔克 愤怒自己的潘朵拉因为结石没有力气了 杖还没扔出去就倒在地上 事件解决后 手的父母为了报答受联者们 准备一个特大的胡萝卜给破一吃 破一看到吓得昏倒 只好让其他人给台里守家了 紧接着一辆车穿越巧许空间 不小心闯入了民宅 车内的人正要与民宅内的人自我介绍时 黏土兵突然来找茬了 还好巴扎早前已经看到车辆来到此处 统治了受联者们来救援 在混乱途中 王子和惠美子进入了鸡蛇制造的异空间 鸡蛇的原型是欧洲神话中的怪物 这时男爵跟受联者们说 他们是阿贝罗族人 是为了见受联者才来到这里 于是应巴扎要求 受联者将男爵与他的妻子 护送到了神殿后 巴扎开始说起故事 因为一亿七千万年前 在潘朵拉的侵略下 恐龙因此差点灭绝 在受联者们刚沉睡时 五部长老开会决议 将一尺一熊恐龙蛋投放入大海 祈求将来恐龙新盛之日 能再次到来 漂流在海上的恐龙蛋 刚好被阿贝罗族捡到 守护兽们便显灵在他们面前 请他们保护这双蛋 直到受联者解开封营之时 恐龙蛋也会跟着苏醒 可是解开封营的潘朵拉 知道幽罗王子 未有恐龙蛋常逆处的资讯 因此袭击了他们 而来到异空间的王子与惠梅子 再次碰到了潘朵拉 两人又逃到了森林深处的西式餐厅吃饭 懵懂无知的小两口 悟中了鸡舌的陷阱 王子又拉着惠梅子再次逃亡 在逃跑途中 王子露出了自己的尾巴 这时鸡舌偷偷地将惠梅子给绑走了 于是王子向惠梅子坦承 祖先原本是神国果园的保全 可是被鸡舌欺骗 偷吃了神之果 神生气处罚他们 将他们变成猴子扁到人间 并说 如果能守护恐龙蛋 直到受联者来临的话 就能够回到神之果度 潘朵拉见王子告白完后 用惠梅子的命 威胁王子说出蛋藏在哪 王子只好就犯说出蛋的位置 但鸡舌却不讲武德 将惠梅子身上绳子剪断 想要摔死他 还好大兽神现身救了人质 由于潘朵拉要去蛋藏身处摧毁蛋 因此让鸡舌巨大化拖住大兽神 受联者们也要赶来的男爵 先带着小两口到蛋的藏身处 这个鸡舌虽然会使用瞬移魔法 但是忘了点闪躲技能 大兽神便轻松地用雷光斩将其处行后 守护兽们随即带着受联者赶紧来到蛋的藏身处 达罗斯岛与王子们会合阻止潘朵拉 来到蛋藏身处的潘朵拉想要抢走蛋 却被结界聚于门外 受联者们随后改制蛋藏身处 却被潘朵拉用魔法将洞口给炸滩了 还好男爵之道还有另一处隐藏路口 可以进入山洞 另一方面老妖精也将鸡舌强化 做出个强化版鸡舌二号 然而受联者们为了到山另一边 准备穿越默克平原 但怎么看都是东应踩石场 受联者们首先遇到原住民 不停投骰炸弹攻击 受联者因此跟王子们失散了 潘朵拉却趁此凉机 派出G12号假扮的惠美子欺骗王子 拿掉了正手恐龙弹的五颗结界宝珠之一后 G12号立马现出原形 与潘朵拉一族抢走恐龙弹 但他们运气不好 刚出山洞就遇到了在此埋伏的受联者 双方因此展开激烈的交战 回到月球的潘朵拉避免夜场梦多 投骰魔杖将G12号巨大化对抗大兽神 在受联者与敌人交战期间 王子等人与潘朵拉一族也没有闲着 玩起了抢弹的游戏 就连默克平原的原住民也来参一咖 但因此被大家玩丢了落入大海里 另一方面 G12号连一号的瞬移魔法都没使用 就铲死在大兽神的剑下 这次强化个雕啊 根本是笨蛋爸爸偷交的不良品吧 阿贝罗族人丢失了恐龙弹 因此错失了回到神之国度的机会 守护兽们因此显灵怒斥阿贝罗族 你妈的你们竟然笨到让鸡蛇连骗两次 早知道就将胆托付给圣斗士 至少同样的招式对圣斗士不能使用两次 这时候慧美子劝大骂守护兽们 是尖僧科博的冠老板 被骂过的受联者们辖院报复 趁机帮枪大骂守护兽 守护兽们怕员工们集体罢工 只好法外开恩把阿贝罗族的尾巴回收了 王子想要娶慧美子送给他一套公主装 他知道天界的仙女肯定比慧美子漂亮啊 于是便跟慧美子等人告别 由守护兽帮助下 回到了神之国继续当保全人员了 被抛弃的慧美子也与受联者一起望着大海 希望能够尽早找到恐龙蛋 然而在潘朵拉一族中 有两个哼哈恶将 托托巴特 布库巴库 他们两人在宫殿钓鱼 钓上来一个神灯 从中出现了神灯精灵 有了神灯精灵坐靠山的两人 因此自信心爆棚 竟然直接跑去挑战受联者 在神灯精灵的法术威能下 姬等人完全不是对手 被打着苦不堪言 LG看准时机 反弹了精灵射出的光束 打到了布库巴库 并击飞了神灯 让一群放学的小学生给捡到了 由于许下的愿望精灵都能实现 这让孩子们都热歪了 不过 这次许下的愿望 乘坐飞毯太过明显 在飞骑途中被姬等人看到 所以受联者们找到了孩子们 希望他们能归还神灯 但是这么好用的神灯 孩子们自然不愿意交出来 而托托巴特却带着潘朵拉一组 来抢神灯了 于是 受联者们便挺身而出与他们战斗 托托巴特 布库巴库却趁机将魔爪伸向孩子们 就在危急时刻 孩子们将神灯精灵召唤出来 把托托巴特 布库巴库 变成了气球解除了危机 麻烦的是 潘朵拉却突然出现 并与精交谈劝他加入自己阵营 不过精不想破坏规矩 谁拿到神灯就是主人啊 潘朵拉一气之下 便把神灯给炸了 这样潘朵拉只要再做出一个神灯 精就只能听他的了 众人知道事太严重 赶紧分头进行 搜索四散到城市各处的神灯碎片 只要复原神灯 就可以避免精被潘朵拉控制了 在众人努力之下 神灯只差最后一片碎片 便能复原时 潘朵拉却已经先把新的神灯做好了 还能帮助精增强法力 所以被潘朵拉收服的精 立马巨大化与大兽神大打出手 由于受联者们顾及精并不是大坏蛋 不能拔出天神号角给他必杀一击 只能一直呈现挨打的局面 妹只好带着波伊与丹 再次与小孩们一起寻找最后的碎片 基宇刚智则负责缠注精拖延时间 还好小孩们终于找到最后一个碎片将神灯复原 精也拖移了潘朵拉的控制回到了原本的神灯 妹这时取出传说之功 一键射爆了新神灯 潘朵拉气到头痛又发作 只好黯然撤退 精虽然回到了孩子们身边 但是为了精不要再被邪恶之人利用 所以精和大家道别后 便被鸡丢入了大海 陪伴之前掉入海里的恐龙蛋作伴 不过把神灯拿回神殿里看管不是更安全吗 回到月面宫殿的潘朵拉心有不甘的做法 借助撒旦力量指引 不仅电道属下们都屁屁串 撒旦也指引出一位男孩 只要找到他就能够灭掉受联者与大受神 而这个叫梁太的男孩 在自己家中取出一把绿色钥匙 便往外头冲出 中途却遇到一个老头驾驶着开刹车 朝小男孩撞去 目的就是要梁太交出手中的钥匙 路过的受联者想要阻止发疯的老家伙 却发现他是之前帮助他们的森林妖精诺姆啊 就连巴扎都开车前来驻拳 但梁太这时一要素食 逃过了巴扎与诺姆的夹击 可惜被鸡给抓得正着 梁太表明他是诺姆的孙子 并告诉姆他要复活无敌的战士布莱 他不但能用Lider Kick踢爆巨炎 也是跟受联者们同时间沉睡的战士 由于布莱实在比受联者们强大许多 所以梁太执意要复活他才能击败潘朵拉 彼此同时 两个老家伙整备完武器 便骑着摩托车找上梁太后 举枪扫射阻止梁太解除封印 还提醒姆绝对不可以叫醒布莱 在月球看戏的潘朵拉实在热歪了 马上派出亨哈二将与格力封杀前去帮助梁太解除封印 一阵混战之后 格力封杀便与大受神干了起来 双方还斗个旗鼓相当 但是少了受联者保护的两个老家伙 被亨哈二将挟持住了 让梁太有机会跑到封印绿衣战士的地方解除布莱的封印 布莱终于从沉睡之中醒了过来 还在受联者们面前自称是大和族的王子 这让同是大和族的王子鸡很是讶异 不过被唤醒的布莱不仅一掌推开梁太 还拿起恐龙护盾变身为龙皇联者后 腾空一要跳进大寿神驾驶舱里 将所有人打飞离大寿神 龙皇联者以一敌武 不论是体术或是剑技都远胜众人之上 梁太见闯了大祸赶紧跟爷爷道歉 而吃了咔咔咔咔的众人也解除变身并满头问号 为何同为传说战士的他要与同伴为敌呢 龙皇联者也以压胜之姿在众人眼前离去 回到神殿的众人询问着巴杂到底怎么回事 巴杂只好告诉鸡一段不可告人的过去 那就是恐龙战队龙皇联者布莱 与暴昂龙联者鸡小时原本是亲兄弟 由于大和国王没有子嗜所以领养了同族 当时还是强宝中的鸡为王子 布莱曾目睹自己的父亲为了想要得到下任国王的野心 而与鸡的养父大和国王起了争执 结果大和国王看清他的野心后 就用正义之剑将他刺杀身亡 布莱在父亲死前告诉他 一定要打败大和国王及其家人 叫他成为君灵世界的帝王 布莱被诺姆带回蘑菇森林后 便由金灵龙太负责照顾苦练所有战绩 发誓要报杀父之仇啊 可是不久后便爆发了潘朵拉之外 还杀了大和国王 所以布莱才把心中的恨意转向流亡王子鸡的身上 鸡知道自己真正的生事后 心中五味杂成不知如何是好 但布莱要杀死鸡的目的 与潘朵拉不谋而合 所以潘朵拉要送给布莱一把地狱最强魔剑 与受联者的传说武器抗衡 于是潘朵拉施法将布莱带到地狱骑士所在的房间 布莱先是被浴火焚烧败下阵来 不过这点伤痛 哪敌得过杀父之仇 以及任贼做父的弟弟仇恨还痛啊 在强大的怨恨驱使下 布莱终于通过了地狱骑士的考验 拿到魔剑 布莱拿到魔剑后 马上与鸡在海浪宣孝的圆盘上 展开手足相残的对决 布莱完全不顾鸡的劝阻 招招都是不留情愿的 朝鸡往死里砍啊 虽然妹等人敢来助拳 还是被龙皇连者的威能下以一抵五 将兽联者们打到怀疑人生 但是在月球上的潘朵拉 不想要布莱这么快杀死鸡 因为他不只要兽联者的命 更要打倒仇人 兽联者的幕后老板大兽神 就在即将要被布莱一剑干掉时 大兽神不讲武德偷袭了布莱 布莱不爽决斗被破坏 举起魔剑朝大兽神砍出剑气 却被大兽神的盾反弹回来给炸飞了 布莱只好暂时撤退 可是鸡为了哥哥布莱的性命 却跟自己的老板大兽神吵了起来 潘朵拉知道鸡开始不听大兽神的话后 开心的要准备实行复活地狱杀蛋的计划 于是便呼唤新的女性干部拉米出来 另一方面在公园扇心的鸡 听到路过的兄弟俩正谈论着海中捡到的蛋 所以跟稍后赶制的妹等人 询问兄弟俩蛋的状况 兄弟俩便带领受联者来到自宅 让他们将恐龙蛋带回神殿保管 这时一颗巨石袭击的众人 并在一阵强光暴散之下 飞出了一位性感女性干部 自称是秘密搜查官拉米 安心鼓舞的潘朵拉 立马呼唤格力风煞 并跟她说 你可爱的妻子拉米登场了 回到地球上 受联者正跟一群杂碎人大打出手 在混乱之中 兄弟两枪把蛋藏起来 却不幸被拉米夫妻挡夹击 虽然基地级赶来救援 但哥哥却被格力风煞给掳走了 只救下了头部受创的弟弟跟蛋 月面宫殿这边 潘朵拉一族正快乐的跳舞庆祝着胜利 拉米还在众人面前耍恩爱大撒狗粮 而受人者将弟弟送往医院救治期间 电话突然响起 原来是潘朵拉要以哥哥性命做威胁 要基交出恐龙蛋 由于弟弟伤势过于严重 所以基将自己的变身徽章给予他 因为徽章能加速伤势复原 紧接着受人者们带着蛋来到了指定地点交换人质 就在潘朵拉很讲信用的把人质换给基石 受人者们却不讲信用 举弓射击敌人将蛋给拿了回来 于是迪尔双方又开始了一场大乱斗 拉米夫妻也在受人者面前大撒狗粮 使出狼情窃意见将妹等人给击倒了 在这期间 弟弟也在徽章的加持下恢复伤势 不过基这边正要将蛋给爆走时 却被布莱一招Lider Kick给击飞了 因此双方上年一场同事超哥戏马 基又再次惨遭哥哥独打一顿 这下惨了 但终于落入潘朵拉的手中 他大笑的向受人者们展开死亡宣告 三日后 你们的贯老板大寿神将会被轰成渣 干部们也随着潘朵拉一同离去 庆庆的是 受人者赶到医院时 弟弟康复出院了 基回收的回章 兄弟俩也如愿团聚 那么今天的故事就介绍到这边 大寿神是否如潘朵拉所言被轰成渣 布莱与基兄弟俩的恩怨将要如何化解呢 命运的风暴正步步逼近中 就请收看下集 大寿神的最后之日 龙皇凯撒登场 如果觉得热血君整理的不错 也可以点击影片右下角的超级感谢 请热解君喝杯咖啡 最低只要30元哦 感谢您协助团队们继续提供大家 优质又怀旧的动画介绍 喜欢古早味的朋友 一定要订阅 不负责任风动漫 不负责任热血君两个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